大家好,我是小蜜大聪明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期视频 为了感谢兄弟们长久以来的支持 我准备了一些福利送给大家 我会在评论区里面 随机抽取一位兄弟 获得OKX打工人必备的办公周边 当然了,你得先关注 OE OKX中文YouTube频道 链接在说明栏里面 这套周边里面有鼠标 鼠标垫 机械键盘一整套 不管你是在台湾还是马来西亚 都给你送到 当做长久以来订阅频道的回馈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了 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加点赞我的视频 那废话不多说 进入我们的主题 那今天介绍的项目就厉害了 它穿越牛熊 曾经饱受争议 到现在成为市场上最亮的仔 在熊市的背景下 一加历势上涨 代币的资产总市值 还一度突破仗的前十 它又是OKX 全球领先的加密货币资产交易平台 所以你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了解过 有位人家已经是头部的交易所 那它是如何成为加密市场 最亮眼的仔 OKB和OKT 一个月内涨幅 接近50%的上涨逻辑是什么 这期的视频 就申巴他家的产品跟营销事件 从这两大角度起来看 我们先从产品开始 毕竟产品是立足市场的根本 它体现在各种细节上面 经过千锤百炼 才会得到用户的认可 总结一句话下来就是 项目房在做事 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 OKX鱼币宝的功能 自从21年12月升级以后 是我这种小散户理财的最爱 USDT存入以后 可以拥有被动收益 每天躺赚 最高小友年花10% 稳定币理财的收益 比网手艺13项都还要想 收益组成具体怎么算 我给兄弟们展示一下 我们打开OKX 在OKX的鱼币宝里 奖励分为两个阶梯 第一个 升高2000USDT的理财 在这个范围之内 可以算计10%的年化收益 这个是属于平台的奖励 第二个 超过2000USDT的 需要根据当前市场的 初见年化来算 目前市场初见的年化是1% 这算是额外收益 需要通过竞牌匹配的方式来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10%的年化收益 是属于平台的奖励 跟活期存款是一个概念 随存随取 并且鱼币宝的收益 是按小时来计算的 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赚币记录里面 看到每天的收益 2000USDT 每天大约就是0.54美金 并且我们把USDT和USDC一起申购 各2000美金的话 算下来 4000美金 每天就有1.06美金的收益 稳赚利息 收益可以说是非常可观 第二阶梯的收益计算和逻辑 可以参考这张图 当你存入余币宝的时候 余币宝会将存款用户的钱 去匹配给借币需求用户 比如出借给那些加钢卡交易的用户 从而存款用户获得一定的借币利息 这个是有需求的用户才会去借币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收益 所以没有借出成功的话 则是不享有的 竞牌的部分则是设定出借的年化 整点的时候 自动匹配参与利率的竞牌 根据市场的借款需求 按照最低的年化 由低到高竞牌 你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 这是一个比差价的过程 这块实际的收益计算 这里有个公式 比如这时候一个帅哥 在余币宝里面出借了2万USDT的本金 当前出借的年化是1% 刚好出借了一天的话 收到了利息计算则是 2万USDT乘以1% 再除以365 接着再乘以85% 一天的利息大约是0.46美金 其中这里15%的利息 将作为风险保证金 作为保障用户的资产 来提供一些流动性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需要注意 这里的平台奖励的10%年化 和出借的年化收益是分开的 简单来说 收益是同时享有 但是像我这么会过日子 精打细算人来说 我发现 是不是我可以创建多个OKX的账号 来吃这个平台奖励 比在一个账号里面 吃出借年化会来得更加舒服 比如5个号 拉满2万USDT的话 个存4000U 每天的收益是5美金 但是存在一个号的情况下 吊持第二阶段的收益 同样是2万美金的金额 只有16000USTT 能算到第二阶段的奖励 实际算上年化的话 一天算下来 大约只有0.41美金 多账号的资金利用率 反而更高效 如果你注册了5个号 2万美金 一天有5美金 一年算下来 大约1800美金 在不改变规则的情况下 稳定比理财 比银行香很多 接着我们再聊OKX另外一个产品 同样也是赚币 这次的是OKT 这1月10号 OKX将上线OKT锁仓赚币的服务 用户可以一键质押OKT 参与锁仓获得收益 最高120天的APY是60% 不得不说这个质押的APY 应该是市场上面同类产品最高的 甚至比流动性挖矿还要高 不过它的升购也是有上限的 比如120天的升购上限是2.5万美OKT 个人升购上限是62.5美OKT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尽早关注一下 这时候聪明的兄弟会提问 现在熊市各种爆雷 形态都有点躺平了 不敢理财和投资怎么办 前段时间 FTX那么大的交易所都整破产 这时候OKX产品的良好自动风空体系 有效的帮助用户避免了损失 他们第一时间 畅讨行业玩家公司储备亭证明 结果显示其资产储备中足 均覆盖100%以上的用户资产 分别为普通用户和机构用户 提供了资产安全合验的工具 让用户不管是理财还是交易 都更加放心 这波坐山关虎斗 OKX可以说是赢麻了 毕竟知道在币圈如何活下去 才是最基本的法则 只有在熊市不断的keep building 用户和口碑才能获得双丰收 在202年1月 OKX推出了OEweb3钱包 截止到目前 链上的地址数就超过了2个1的小步表 日活跃地址数也突破了245万 包括链上交易 MFG市场 DiApp探索 赚币等板块 动不动小目标就创新高 跟OKX的供链发展密不可分 官方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 繁荣链上的生态 比如OKX的流动性质押产品 就是一个例子 该产品凝化收益率超过35% 用户质押OKX后 可获取对应的质押凭证代币 STOKT 并用其参与其他DeFi的活动 那现在2023年已经开始 OKX产品更新 马上也有了动作 对入门交易员上线的一款 跟单类策略类的产品 一键复制策略参数 你离专业的交易高手 可能只差一个策略广场 策略广场有9个交易产品 有限化网格 定投策略 囤币宝等 不管是在APP还是网页端 都有详细的教程可以观看 如果有效率想看我详细解释的 可以通过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可以出视频跟大家聊一下 说完产品 接着聊一下营销 营销也是OKX的拿手绝活 主打的就是一个有钱任性 品牌开始逐步破圈 不管是体育 电竞还是娱乐 简直问题两开花 先说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美剧 频道片头 就是模仿美剧 Battle Call Saul拍摄制作出来的 这部剧是美剧的天花板 有空中兄弟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会追一些剧外的动态 重点来了 在6月的时候 我刷推特就看到巨人男主 索尔在参加美国 锤杯卡Fuel的线下活动 背后的背景板 刚好是OKX赞助的 该电影节每年超300万人参与 经济效应达6亿美元 关注度还算很高 可以说是很特别的缘分 那至于如此豪谢的营销 OKX在2022年 来回撒钱好几次 在3月的时候 官宣赞助英超好门球队曼城 成为其唯一的加密赞助商 曼城这球队有多出名 说出两个人你们肯定知道 现任曼城主教练 瓜迪奥拉 只要生涯32个奖肥 分别保持着西甲 德甲英超连赛最长的连胜记录 第二个哈兰德 次人足球哈兰德 目前主团世界 第二季身价的球员 身价1.7亿欧元 紧接在5月 OKX成为迈凯伦F1车队 和电子竞技队的首席赞助商 在7月 还跟高封球星 保尔特签下成为OKX 新任品牌大使 而二者还将在MFT和元宇宙领域合作 多个领域的顶级IP合作 最大化了品牌传播效应 虽然加密市场整体雄势 但是OKX的用户增长 和品牌形象也在提升 这时候最亮的载战了出来 以系列的口碑下 在OKB的币价上面有了正反馈 据OE OKX行情显示 OKB的价格在1月2号 一度上涨至31美元上方 一个月内涨幅50% 同时OKT的价格 也在一个月内涨幅超50% OKB和OKT分别是 为OKX交易所和其开发的 供电OKC供电平台的token OKB总量发行3亿美元 关于OKB OKX有个回购的销唯计划 OKX将BB交易的手续费的30% 用于回购OKB 并转入黑洞地址销唯 从2019年6月1号开始 每三个月进行OKB回购 目前已经累计销回OKB的数量 大约为4800万枚 OKB现有的流通量 大约为2.5亿枚 这里我也稍微说一下 我当然不是在这里无脑 邯郸OKB 平台币的价格上涨 只是在低迷行情下 附带的一种市场反馈 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 2022年 一年爆雷事情实在太多了 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知道谁在挪泳 OKX算是行业数一数二的投资企业 我只把我看到的信息稍微总结了一下 像是今天比较懒人的理财 钱包 还有储备金的信息 还有跟我视频片头 颇有缘分的营销 可以给你投资之前 请作为参考 不是投资建议 看完视频的兄弟们 最后也不要忘记了 可以参与评论区的抽奖 OKX这套周边 不管你在亚洲哪个角落 被我选中了 我都会给你安排上 最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2023年 OKX带来更多的优质产品 感谢OKX提供了周边 我们下期视频见